示範一下 它就是 轻轻按一下 它会藏开 然后你要再按一下 它就会关起来 平常的时候它就是改硬的 它就会自己关起来 那像现在是 垃圾有一点满了 你可以打包它了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 自动过载打包 也就是说垃圾很满的时候 我们它会自己把它拉高 然后再打包 所以现在要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让它就是过载打包 就是垃圾已经很满了 好很满了 然后你看就是打包的时候 你就可以长按两下 然后就觉得垃圾实在太多了 它就会把它加长拉高 然后再做打包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棒 那你要给它一点点时间 因为它是利用那个热容 把它做封口的动作 它亮灯 嗶嗶声的时候就提醒你 好它已经热容封口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那你看这整袋的垃圾 哇真的很大 包 它马上就会自动铺带 所以你也不用换垃圾袋 它铺好的垃圾袋 比我们人自己手动铺的 还要的密合跟整齐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多密合啊 好 那它那个铺好垃圾袋之后呢 你就看好没问题的话 就再轻轻按一下 它就会关起来了 那通常呢就是 其实你走靠近它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打开 膝盖 就是到它感应的地方 它就会开了 所以像是厨房啊 或者是像洗手间的垃圾桶 我们就还蛮喜欢用 自动打包垃圾袋的 因为不沾手嘛 就是你看你打包 这么一大袋的垃圾 你就是不用去碰到手 嫌脏啊 对 是还蛮好用的 目前就是有优惠 所以就特别在拍个影片 跟大家讲一下 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